大陸又发生了洗衣机意外 这次是在江西南昌一对小姐妹 在家中玩耍的时候 结果爬进了放在阳台的洗衣机里头 一次不小心又触碰到了洗衣机的按钮 惨造绞死 中秋佳节本该月圆人团圆 江西南昌却传出不幸消息 一对四岁与两岁的小姐妹调皮爱玩耍 双双爬进了自家阳台的洗衣机里 却不小心误触启动箭 两姐妹静活活遭到洗衣机绞死 事发时家人在洗衣机边上看到了一个凳子 孩子可能是借助木凳爬进去的 消息传出后有网友质疑 洗衣槽这么窄 怎么能够塞得下两个小孩 又为何父母都没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质疑死因不单纯 不哭不哭 好叔叔把你救出来 在大陆像这样孩子卡在洗衣机里的消息 时有所闻 好在做家长的发现得早没有酿成悲剧 只要多一份注意 就不会让洗衣机变成家中的大危机 整体新闻综合报道